为了鼓励跟帮助更多来自台湾的清韩学子 能来美国留学 提升台湾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殷勤文教公益基金会宣布 创会以来第一次发放每人一万美元的奖学金 资助五名的台裔博士孙 鼓励他们为国争广 我们尽一点心意 我们是来美国已经半个世纪 差不多将近半个世纪 然后一直都是有贵人相助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做一点回馈 选这五位同学 知识品学兼U 而且对社会 对社区的活动什么都很 我们就感觉到说将来 如果他们学成之后到投入社会 他们知道社会的需求 因为他们都有经验 而且都很优秀 一定是会很有影响力的 就很惊讶也很荣幸 可以拿到 就因为我想奖学金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所以应该是感觉蛮幸运的 很谢谢殷勤教育基金会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这奖学金给我很大的鼓励 很谢谢他们的支持 颁发奖学金记者会上 殷勤文教供应基金会创办人 殷勤勇一一为获奖人颁发奖状跟奖金 希望这一万美元可以补贴他们的生活 帮助他们求学 由于五名获奖学生都是来自南加州各大学的博士生 就读专业各不同 因此殷勤基金会鼓励他们 外毕业之后能利用所学尽一己之力回馈社会